四個男女被控前年11月在中大暴動 他們否認控罪案件開審 四個被告陳喜恒、李俊浩、張俊浩和鄧希文 被控前年11月12日在中大二號橋 以及環迴東路一帶暴動 使用蒙面物品管有攻擊性武器 即是雷射筆 洪方開案陳詞說 案發時二號橋被幾十人佔據 他們訂雜物、磚頭和汽油彈等 攻擊執法人員造成交通貪瘓 聚集的人穿黑衣戴口罩 有人向警員射雷射光指罵警員 警員不斷警告散去 但沒有使用武力 與校方商討之後 決定留下五個警員監察情況 聚集的人隨即向防線推進 警方舉期警告 並在近物業管理處外 拘捕了四個被告 警方報告